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 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 听到过别人打电话 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 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 打给他的女朋友 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 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 他终于说了出来 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 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 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 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 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 相向而来一位新人 有些时候人会莫名地变得很默契 比如说你往右他也往右 你往左他也往左 你左右有个虚谎他没有吃谎 他当下非常的懂你 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 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 啊啊 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停下脚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理智的行为 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往右他也往右 我往左他也往左 我左右有个虚谎 大哥不吃谎 我说OK高手 我就停下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但是这个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他遮我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遮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 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 他应该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 所以你才会停下来 让我先过去 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就会先入为主 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 我可以让你先过去 但是如果你敢揍我 我就敢绕回来 说谢谢 这种事不能吃亏的呀 对不对 谢谢 好 谢谢 看